过去国民政府搬迁来台初期 曾经将国宝文物绽放在台中误封北沟长达15年 这次立法院首度和故宫合作 将这段北沟传奇文献影像 移至义政博物馆来展出 希望能够换回中南部民众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而展览将展出到明年2月为止 2 1 北沟传情 插下钥匙象征大门开启 立法院首度与故宫博物院合作 将北沟传奇文物移至义政博物馆展出 要换回中南部民众历史的记忆 如果没有这些壁路难迷的基础工程的心血的话 事实上故宫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的发展 我觉得这段的历史应该是要让跟在地人做结合 我们希望这个展对雾峰地方各种各样文化的发展或是观光的发展或是大家建立地方的荣誉感都有一点点帮助 450年代的契约书以及细细线条描绘北沟建筑计划图 过去因为国共战事将当时的重要文物签台存放在北沟长达15年 直到1966年这些国宝文物被签到故宫博物院保存 在立委黄国书的牵线下 这次再度回到家乡展出 内容包含文物签台 点手维护 编辑出版等六大单元 以历史影像及档案文献呈现 立法院认为不仅是将北沟的文献史料带回来 更是将雾峰的历史找回来 这次展览里头我们看到了当时那个山洞的场景 还有非常多当时从事故宫 遷移到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些相关的核心人物 他们都曾经在这里留下非常珍贵的历史镜头 想象中的故宫好像都是在台北 那好像都是在嘉义 那现在我们才发现 原来有只是我们过去不知道而已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台中雾峰在地的历史文化之一 我觉得应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雾峰曾经是政治中心 它也是历史中心 北沟传奇文物回到中部展出 不仅是管纪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也对雾峰在地文化历史的传承神局意义 让这被遗忘的历史被换回 咨! 拜拜